我们人在有烦恼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 烦恼来了 我们有办法 所以 烦恼到了 表面上看起来 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压力和退步 其实有烦恼就是你在向后 在向前进步 因为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 实际上给他更大的精进力 让他知道学佛不容易 想一想我们多少人 过去也没想到要学佛 过去也没想到应该怎么样 摆脱自己的烦恼 但是学佛之后 有烦恼了我们不怕 我们一直往前走 我们精进学佛 我们精进努力 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 人间思维的高境界 所以 我们能够策悟本性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一切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能够策悟本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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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当一个人 还懂得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就会活在快乐当中 当一个人 看见别人都很可恶的时候 他就活在了失望当中 我们人只要学佛 只要心中有佛 纵然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你 但是你的心依然不会寂寞 因为你的心中 有着全世界的众生 学佛我们不是害怕死亡 也不是害怕我们守戒 而是得到一种法喜 因为当一个人 能够彻底的喜悦 当一个人能够彻底的 摆脱自己的烦恼 他就是活在了一种快乐的心灵当中